好 现在我们已经讲到第94集 在上一集我们讲的是大臂 这一集我们就讲前臂 从走关节往前这块就是前臂 这块的要求是比较高 因为越靠近球拍的地方 越灵敏 因为我们身体在这里传上来的力量 都是通过这些关节到身体的 所以说这些关节要求比较高 在第一个我们讲的是 走关节跟前臂的连接的关键点 那如果我们在拉球的时候 你想要用到前臂 如果没有走的带动 或者走关节过时 你肯定是拉不出球的 那肯定也没前臂 没这个关节的 所以说这个走非常重要 在正反手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如果我们是这样子引拍没有走 你看前臂体现不出来 看到没有 你在拉球的时候 这走关节过时你看 好不好看 对啊 就不好看的话就是我们的走关节太死了 是不是 那我们走关节在准备拉开的时候 我们准备拉球的时候 这个走关节是张开的 这个走关节是张开的 你看 你看 是不是有了 是不是有了 对吧 这样子有没有 对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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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那走关节非常重要 来莫莫来试一下那个走关节 在拉球的时候 我们走关节是怎么应用的 莫莫来 对张开一点点收张开一点点收张开一点点对了 好 你再试一下没有走关节是不是很紧 你看 没有走关节 你看就变成这样 对不对 你看是不是 没有走关节是不是很别扭啊 对啊 再来 来 单单来试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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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单单试一下没有走关节带动的 对 你看 他们小孩子都在笑 但是 说实在话的 广大的业余球迷 跟广大的基层教练 我的朋友圈经常看到这样子打球的 经常看到这样子去推的 没有这个走 前臂的 他就是走关节锁得太死了 第二点 我们要把这个球打出速度 打出速度出去 一定是靠前臂 前臂的速度越快 出球的 那个球出去就越快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这种表象当中 像这种球的表象当中 太好 你看 比如说我在做的时候 我前臂没有 你看 这个没有速度的 这个没有速度可言 但是如果我的前臂 这种速度就产生了 你看 没有前臂的 走关节也没有的 他过去的球 没有速度 如果你把这个 他的速度就出来 所以说前臂的速度越快 所以说前臂的速度越快 不管是在发球 还是在正手进攻 还是在反手 你的前臂的速度越快 出去球的速度就越快 第三个 前臂在打球的过程当中 首先是放松的 接下来才是紧张的 那么的话 第一个放松是因为 我们在眼拍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眼拍的时候 不放松 我们握拍过时 我们的力量都消耗掉了 30%到40% 你越紧 你消耗的力量越大 真正打到球上的力量 就没有了 第一个放松是为了 积蓄力量 就把更好的力量 注用到球去 那么的话 紧张呢 如果你一直是放松的话 动作是闪架的 是整个力量是打不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在放松的时候 准备接受到球的时候 前臂一定要紧张 加速紧张 你看 如果你一直是放松的 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如果你一直是紧的 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说 这个前臂的眼拍 放松紧张 放松紧张 它就变成一种 边打的效果 就变成这种效果 好 我们让两个运动员 小运动员来试一下 这个前臂的放松与紧张 来拉球 放松的紧张 来 你看 走 对 对 你看他们那么小的年纪 走出来的球的力量那么大 那么速度那么快 它肯定是放松与紧张 结合的非常好 来 淡淡来 你看放松 走 紧张 加速紧张 对 对 你看 这五六岁的小孩子 打出来的质量就非常高的 因为他们放松跟紧张 用用的非常合理 第四个 我们讲前臂的时候的发力方向 如果我们走中路的时候 我们的发力方向肯定是往中路走 如果我们走斜线的时候 我们的发力方向往前往右 往往左 往前往左 那如果我们在走直线的时候 我们的琴臂是对着直线的 是相对于直线 直线 中路 斜线 这个发力方向 是关系到你的弱点 所以说我们在做琴臂的时候 不光是会打直线 也会打中路 也会打直线 这点很重要 那么我带的小孩 我远远提倡是 从小打球要有弱点 要有技巧 而是出手要隐蔽 这个是我一贯带小孩的一种 就是要求不单是会打斜线 而是会打中路 会打直线 所以说这个琴臂 一定要到时候 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好 在九十四集当中 我们讲到了琴臂 那么我们是从小碎步 然后到大臂 琴臂 还有一些训练方法 这些技巧性的东西 都与大家探讨 那么这一集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